闹得沸沸扬扬的台鱼圈骚扰风波 又有心进展了神隐许久的男性黄子脚确认遭到立案调查了 根据媒体报道 相关部门对外表示 他们将针对黄子脚被指控骚扰一事 进行立案调查 涉及罪名包括但不限于强制猥亵 涉毒两个罪名 只不过目前黄子脚还是他自案被告 即检方认为黄子脚有犯罪嫌疑 但是具体犯罪事实和犯罪行为尚不明确 需要进一步调查 一旦确认黄子脚的犯罪事实 那就可以转为真字案 正式开始走流程了 简单地说 就是检方正式介入黄子脚骚扰风波了 整件事不再是单纯的娱乐圈八卦 已经彻底升级为案件 由具备专业知识的检察官进行调查了 不过西看媒体报道 会发现黄子脚遭到立案调查 并不是检方主动 而是不止一位普通民众向他们检举告发 当地还有不少正义人士的 眼见着黄子脚骚扰风波 有被时间冲淡的趋势 就赶紧搜集了相关报道和视频 整理成了证据 提交给了检方 黄子脚遭立案调查的消息一处 大家立马就联想到了大小S姐妹俩 要知道普通民众还整理了黄子脚爆料视频内容 提交给了检方哦 检方回应也提到会调查黄子脚涉毒相关 按照黄子脚的说法 大小S、居俊叶、阿雅、范小轩等人都有参与 不出意外 怕是都要被传唤调查呢 之前黄子脚在直播中 明确提到了他两次被迫参与射毒 两次都与大小S有关 其中一次还是在韩国 他被巨军也逼迫服用 还提到了大S、小S邀请自己去家里 没想到又被抢赛 另外 黄子脚还声称 大小S在夜店嗑药 黄子脚公开爆料之后 外界也联想到 汪小飞指控大小S滥用药物一事 徐家姐妹俩再次遭到质疑 他们通过声明做出澄清 否认涉毒嗑药 还放话要起诉黄子脚 大小S的好姐妹阿雅更是态度明确 不但否认了 后续还去做了检验 晒出了报告否认涉毒 这一举动赢得了部分网友的好感 没做过的人 就敢大大方方地晒 在此之前 阿雅骑士就已经发表声明 称自己并未吸毒 但现在发声明 还有谁信啊 之前大陆明星的声明 最后被实锤的不要太多 比如 吴某凡 李某峰 当初 他俩嘴多硬啊 最后被狠狠打脸 而阿雅骑尿检证明的这波操作 称得上是教科书师回应了 但同时 也有人表达了质疑 因为毛发及尿液检测 只能验出来之前六个月内 是否吸毒 十年前是否吸毒怎么证实 随即 尿检报告中的不合理之处 也被网友扒了出来 原来 阿雅的毛发 尿液检测 并不是在检测机构现场采集 而是委托单位送过去的 换言之 这个毛发是不是阿雅的 无法确定 检测机构也在报告最后说明 本报告仅对送检材料有效 也不怪网友对这份报告吹毛求辞 毕竟 阿雅的好姐妹大S和小S的风评 实在太差 2023年6月19日 黄子角被报信骚扰微成年女生 随后 黄子角承认骚扰事实 并且自毁式爆料 成大S和小S阿雅 范小轩等人吸毒 自己还曾被小S带去韩国找大S与聚军业 发现聚军业带着S姐妹俩服用微禁品 不仅如此 还要拖他下水 给他塞了两颗药 黄子角作为小S的前男友 这番话还是有点可信度的 而大S和小S吸毒的传闻 也是早有传言 王小飞和大S离婚后 他就曾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大S经常服用违禁药物 后来又称小S也经常服用 大S自己也曾在节目中透露 自己怀孕的时候喜欢吃感冒药 有时吃得太多 整个人都飘飘然了 但这样的感觉却让他觉得很嗨 这症状哪像是吃感冒药吃的呀 不少人质疑它是因为嗑药导致 各种消息似乎坐实了大小S吸毒 而俩姐妹也一直为发尿检检测报告自证清白 在阿雅登上热搜榜第一的同时 现在压力给到大小S的话题词 也变成了榜单第二 网友一语道破了大小S如今的尴尬处境 原本好姐妹本可以一起沉默 一律不测 谁质疑谁举证 结果阿雅自己去测了 一个最快解决网友质疑的方法 为何大S和小S迟迟不去 当初 肖静腾被造谣吸毒 事业受到影响 立刻去了公安局现场检测 最终证明了清白 小S这段时间被拍到 带着三个小孩前往厦门旅行 难道就抽不出时间去北京做一次毒品检测 再拖下去 大S和小S姐妹俩吸毒这件事 在网友心目中 可就要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可是他们两姐妹像是商量好一样 没有任何声明 似乎在等风波结束 随后 我们的天后李文离世了 小S深夜发文追道 他永远是最阳光的 如果有一天我去找你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击败了你吗 网友看到他的这番话 瞬间就不淡定了 面对自己的风波不拿出证据 反而在这里矫情 苦惨 网友并不同情小S 他们认为小S是欲盖弥彰 得不到结果 并不肯善罢甘休 于是网友开始自己找证据了 2001年 曾有狗仔拍到大S小S 在别墅举办大尺度的露天派对 这次派对被台媒称 露天摇头心爱派对 后来这件事被大S否认 网友也觉得可能狗仔夸大了事实 有可能他们就是一堆朋友 正常办个派对 于是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王小飞和大S离婚后 台媒爆出大S起诉 王小飞没有按照离婚协议 支付赡养孩子的费用 这一消息直接惹恼了王小飞 王小飞直接在网上开私 王小飞是大S的前夫 他爆料说 大S在婚内出轨 虐待孩子 并且经常和小S一起服用违禁药物 每个月还从自己这里 拿走四千多万台币的赡养费用 来交天价电费 并且还不让自己见孩子 大S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后台 那就是他的干点 王小飞即使再不乐意 他也得掏高价的赡养费 并且不敢擅自见自己的孩子 大S面对王小飞的指控 他称自己和妹妹都有心脏问题 不能吸毒否认了这件事情 并且还表示说自己没有出轨 而且拿的赡养费 大多都是给孩子的 网友深发发现 不仅是王小飞爆料大小S吸毒 他们两姐妹在综艺中的话 也有了蛛丝马迹 天价电费是什么情况 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电费 也就是几百左右 即使是住别墅 电费也不至于是天价 网友根据天价电费 顺藤摸瓜得知 种植某种植物的灯十分费电 在网友的调查下 发现更惊奇的是 大S和巨俊叶结婚后 巨俊叶搬到了汪小飞曾买的房子里 并且电费翻了好几番 网友不禁开始猜测 会不会是他们二人都有问题呢 大S小S的妈妈看到汪小飞的微博后 她跟汪小飞留言说 让她别在网上说了 让她闭嘴 汪小飞的妈妈张懒 看自己的儿子如此优柔寡断的样子 她发起了反击 她在网上直接开了直播 她将自己跟大S妈妈的聊天记录播放了出来 在她展现的记录上 可以看出她骂了大S妈半个小时 张懒表示说 大S小S都吸毒 并且自己还有证人 还怒斥S妈教育好自己孩子 张懒爆出了一堆猛料 但是这些消息还没有被完全证实 至于大S小S是否吸毒 他们也只能去监察机构验血验尿 才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果然 姜还是老的辣 张懒一出手 网友的风向立刻就变了 还有网友巴出 小S曾在一档节目中 说了自己姐姐大S的生活细节 她说的那番话让人稀思极恐 当时这档综艺播出时 网友都纷纷以为 大S是因为怀孕再加上身体不好 才会整日躺在床上 需要人照顾 可是黄子角的爆料 将大S小S放在了风口浪尖 如果她的爆料 和汪小飞说的都是对的 那么 她们两姐妹很有可能涉嫌吸毒 但是这些都是网友的推测 至于真相是什么 还要等待官方的调查 但大小S迄今为止 都没有进一步动作 一向没少掺和徐家家世的知名狗仔 葛思奇 还在直播中爆料 提到大S最近遇到不少麻烦 很是焦头烂额 主要就是黄子角爆料 他们一家人涉毒一事 葛思奇还在直播中透露了 大S现任丈夫剧军业的动向 大S虽然第一时间否认了涉毒 但剧军业却完全没有帮助他澄清的意思 反而去给朋友开心庆生去了 一点都没有为妻子分担的想法 甚至吐槽剧军业真爱大S的话 二十年来有的是机会联系 不用等到现在才来 当然 葛思奇还是强调了一下 剧军业是不会和大S分开的 至于原因 虽然他没有明说 但话里话外的意思也是很明确了 就说你年过半百娶了个老婆 可以住豪宅开豪车 还花他前夫的钱 连电费都是前夫交 你会跑路吗 大S前夫汪小飞最近的状态 也是多多少少对应了狗仔的爆料 他成功把孩子从大S身边接了回来 大S不需要照顾孩子 也有时间应对黄子角爆料 带来了一系列麻烦了 其实如果大小S早点主动去检测 搞不好都不用走到这一步 只可惜他们迟迟不肯做出实际行动 连放话起诉黄子角都没了动静 整场风波发展到了恋爱调查阶段 再逃避下去 可就不好解释了 不止大小S 这里也是建议黄子角案件设计明星 都积极配合调查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